往玉米粒中打入一个鸡蛋 出锅就是一份香香甜甜的玉米烙 大家好,我是大池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两根新鲜的颗粒饱满的玉米 将玉米从中间掰成两段 然后拿一把剪刀从中间戳进去 用力转动几圈 就可以将玉米劈开 这样就可以将玉米粒一颗颗完整的包下来 这个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很多人包玉米粒还是用刀切 那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全都包好后 先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洗净去皮的胡萝卜 先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薄片 接着将薄片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比玉米粒小一点的胡萝卜丁 切好后先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锅中烧水 加入一小勺食盐入个底味 用勺子搅拌至化开 然后滴入几滴食用油 水开后将玉米粒和胡萝卜丁 倒进去焯水一分钟 用勺子搅动一下玉米粒和胡萝卜丁 使它们受热均匀 时间到了后用漏勺 控水将玉米粒和胡萝卜捞出 这里水一定要控干净点 放入大碗中备用 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既可以增加甜味又可以增加粘性 用筷子将白糖搅拌至融化 然后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加入一大勺的糯米粉和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最后加入一大勺牛奶 用筷子将碗中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 加入了鸡蛋和牛奶 做出来的玉米烙就会有鸡蛋和牛奶的香味 不仅口感好 营养也更丰富 一直搅拌到所有的玉米粒 都包裹着一层牛奶鸡蛋液就可以了 起锅 锅中刷上一层底油 碗锅中舀上两三勺的胡萝卜玉米粒 然后用勺子将它们摊平 不用摊太厚了 薄薄的一层吃起来更加的香脆 然后盖上盖子 开小火烙八分钟 时间到了后打开盖子 再撒上多一点的白糖增加甜味 撒上一些黑芝麻增加香味 一道又香又甜的玉米烙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我每天为您分享一道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